第二十二体将一条内部光滑的圆弧形水管水平固定在水平桌面上如图 若不考虑任何摩擦力 则图中哪一条线最能代表玻璃珠从A处管口快速进入 而由B处管口出来的运动轨迹 这在考圆周运动当向心力消失时物体会沿切线飞出 那么当我们的玻璃珠从B处管口出来 就失去向心力 它的运动轨迹要沿切线飞出 就是图中的乙 所以第二十二体问我们说 图中哪一条线最能代表玻璃珠从A处管口快速进入 而由B处管口出来的运动轨迹 我们答案选的是B乙